OK 已经3点06分了 我们先不等其他同学了 OK 那还会有学生陆续的开始我们今天的 这个进来我们今天的公开课 那如果你们身边还有朋友 要参加这次公开课还不在的话呢 请赶紧让他们进来了 OK 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公开课之前的话呢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的名字叫做Eric 然后我是来自YouTube 澳洲未来教育市场部的 那今天的话呢 会跟我们一起 跟我们的Cathy老师一起 跟大家去上这个我们的BS的公开课 对 在这边屏幕里面打招呼的 就是我们的Cathy老师 那在我们整个课程开始之前的话呢 因为很多人可能知道我们 或者是不知道我们 那尤其是不知道我们的一些同学 OK 那我简单的会给大家简单的 去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公司 还有是我们在线上 还有是线下给大家提供的一些服务 我会先share一下我的screen OK 是这样子的 首先的话呢 我们是来自于未来教育 OK 那我们是成立于2006年的一家教育集团 那我会用两个视频 跟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整个过程 是什么样子 以及我们提供了哪些服务 以及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我们一分钟而已 OK 那不会耽误大家太久的时间 所以的话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视频 了解一下我们 好 这是第一个 未来教育 学家打造澳洲后留学服务生态的 教育资讯集团 滑雪卢 未来教育 深加打造澳洲后留学服务生态的教育资讯集团 未来教育 专注于留学生培训和教育资讯领域 在澳大利亚与众多国际一流知名院校建立合作 拥有全澳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市场领先的服务及用户口碑 每期服务超过三万名留学生 打造中澳留学服务生态圈 在大学课程培训 语言培训 留学移民 签证资讯 生活求助 就已指导 职业规划等业务上 全方位构筑留学服务产品链 真正为留学生所想 为推动留学生快速 高度融入澳洲主流社会 搭建中澳桥梁 并成立中澳海规协会 积极协助指导海规就业与创业 未来教育 让成功留学到留学成功 因为我们相信留学生改变世界 OK 这是第一个视频 第二个视频的话 会跟大家去勾诉一下 我们在去年一年里面的一些 milestone 那也希望帮助到大家去了解到 为什么你们会过来 我们这边 谢谢 来两 webinar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我们的同学 耐心看完我们刚刚的video 那接下来的话当然是我们的主角了 今天的话就是由我们的Cathy老师 去给我们上我们今天的BS的公开课 那在我们公开课开始之前的话 一定是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的Cathy老师 首先的话她是毕业于莫大 Muscle Finance毕业的 均分是H1 也就是RMIT这边的HD 80分以上的一个均分 毕业于莫大 那同时的话她也混货了莫大 少有的国际学生的奖学金 那现任的话呢 是在ES Superfund那边担任Graduate Accountant OK 那也是有一份Futime的 一份Accounting相关的工作 那她的技能包的话呢 简单来说就是用简单的逻辑跟练习 让你们去理解复杂的理论 简单来说就是让你们study smart don't study hard 学习是一门艺术考试需要技巧 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Tofuture这边 尤其是在学术这一块我们的里面 那同时的话呢跟大家也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现在的这个PPT 今天的公开课是免费的 也是open给大家在线上去逐步疏忽 对不对 减少你们尽量多的参与的成本 那可以在线上体验到我们的课程 那今天是免费的课 那在期末的话呢 大概从weeknight左右开始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期末班开放给大家 没错现在就是硬广的时间了 如果你们觉得今天的课程有用 如果你们觉得在期末的时候 会有这方面的需求 那请到时候一定要找我们的万部长开始组传 其实我们在上周开始的时候 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早鸟program 什么是早鸟 就是说你们现在如果在我们这边 去购买我们的课程 团购也好 单人报名也好 那我们会附赠你早鸟视频 也就是我们上个学期 which is 2018年T2的学习视频 你们可以来来看 同时的话呢 你们在开课以后 也可以过来真人去上课 再然后呢 你们如果上不了课 比如说起不了床 或者说晚上有一些什么clubbing 或者是一些活动 想要去参加呢 没关系 我们有专门的视频屋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视频屋 那边的setup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今天的话呢 也会有其他的学校在我们那边上课 这个是今天最新拍过来的一些 线下的这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人很多啊 那我们整个city office那边的话呢 会有60台的电脑 开访给大家 让大家可以在期末的时候 有足够的学习时间 还有是学习设备 以及你们相应的一些学习方式 去带你们overcome你的exam 那价格表在这边了 OK 那反正的话呢 我觉得这么多时间的一些学习 这么亲民的价格 只在未来 OK 就只在to future了 OK 那13年的品牌沉淀 希望大家可以understand我们的value 同时的话呢 就是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课件 同时也会有教研 去解答你们的问题 反正所有所有的这些 我们的期末班的package 都可以跟我们的万部长去咨询 我相信相当一部分的同学 已经在我们的期末班里面了 通过我们的团购 通过我们的journal program 所以OK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赶紧加我们的万部长 赶紧找我们的万部长 去咨询一下 关于我们期末班的一些课程设置 OK 那今天的这个硬广时间 就不耽误大家太多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还是把我们的这个舞台 交还给我们的Cathy老师 Again 就是说我希望 我希望在我们的 这个整个公开课的过程中的话呢 大家可以开启你们的camera 如果你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你们可以及时的跟老师去进行提问 OK 那旁边如果你们不想觉得好像有点害羞 或者怎么样 旁边有个raise hand OK 那及时的话可以让老师知道 你们在哪些地方有一些问题 需要老师相应的小小的解释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你们听课的效率 OK 话不多说 让我们把舞台交回给我们的Cathy老师 Hello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这个BS的这门课程的老师 首先我们不看Eric这张脸 大家来看我的屏幕了 好了 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了吗 可以 可以看到 好 我说话清楚吗 现在Eric 非常清楚 好的 好了 我先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先把我这边的这个video关掉 因为我长什么样子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 Let me see 控制 我怎么能看到我的 我怎么能把我的video关掉 更多 你现在是能看到我的脸是吗 我看到上面有个控制 停止视频 好了 现在 我把我这边视频关掉之后呢 我就 可以节省一下这个视频上传的这个大小 大家能听见我说话就可以了 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在这个ToFuture这边主要负责的是BS这门课 包括RMIT里面的Diploma Bachelor 以及Monaš的这个BS课 都是现在由我来负责 我上上个星期是讲了RMIT这边的Diploma的课程 BS这门课的七中课 然后我上一个星期是在Clayton那边给Clayton这个Monaš的同学上了BS这门课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一起 先来感受一下 我们这个节课主要内容是看一下这个七中 Diploma这门这个班 我们其中都要考哪些内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看一下你们老师留的Announcement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看过 根据你们老师的Announcement 大家其中这门课呢 应该是上课 在大家这个My Study Plan里面 在机上进行考试 不是纸质的考试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这个My Study Plan里面 对应了去做一些考前的preparation的练习题 这个大家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登录RMIT自己这个学生的账号就可以来看到 所以这个大家如果今天在听完这个课程之后呢 觉得自己觉得好像听得还不错 觉得自己可以上网练一练这个题目的话 大家请到自己这个RMIT账号里面去做一下对应的这个preparation的练习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七周diploma这个班七周都要考察哪些内容 其中的这个小考试包括了前三周的课上的内容 前三周课上的内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认真去听课 前三周课上的内容其实主要分成三大块的内容 今天我们全部都会cover到 第一个部分的内容是关于统计学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和概念 我相信大家如果这个在国内上课高中也好 还是在这边上课高中也好 都应该能够都应该能够学过相应的一些内容 都应该学过相应的一些内容 非常简单的一些关于统计学的基本的知识 一些term 今天是讲的diploma 今天讲的是bachelor 今天讲的是bachelor 我说我是之前之前的之前的几周是上了diploma的课程 我们来看一下bachelor这门课 这一次进入考试会cover的前三周的内容 第一个是我们第一周所要讲的关于statistic的一些基本内容 第二周我们所要讲的是statistic当中 也就是统计学当中 关于概率 也就是关于probability的一些基本的计算 第三周开始 就是已经牵扯到计算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了 第三周的内容开始我们会讲一些 discrete distribution的一些计算 以及会接触到一些关于normal distribution的一些简单的计算 所以第三周的内容相对于前三周 也就是我们其中考试cover的内容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简单的关于第一周的内容 我们都需要讲点什么 第一个关于大家要知道的概念 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第一个你要知道的是统计学 它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学科 它每天到这个学科里面都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统计学是一个数学学科的分支 它主要做的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看我这个第一个point里面 第一个point里面所讲 dealing with data collection data organization data analysis data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也就是说统计这门课程 这几个单词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先后顺序的 首先我们统计学这边课程我们要收集一些数据 这些收集来的数据我们经过一些整理 经过一些分析 最后我们来解释这些数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并且把这种结果展示出来 这就是统计学 这个学科我们要做的事情 好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可能平时都会去超市 我们大家这边澳洲的有这个Wawas Cours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Course Course这个它这个上 这个supermarket它有一个叫flybust flybust的一个loyalty program 给大家简单的来写一下 flybust flybust对应它有一张卡 每个人都会有对应的一个账号 每一次消费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在Course这个机器上 刷你flybust的这个卡 刷完这个卡 你每次消费 消费了一块钱 你就得一块钱的这个point 然后你积攒到了这个一万point 就可以换五十块钱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机制 但是你在刷flybust这个过程中 就是Course在收集你的消费数据的过程 比如说我刚刚去了这个supermarket 我花了五十块钱 其中我这个二十块钱买了肉 二十块钱买了蔬菜 十块钱买了日常消费用品 所以当我结完账刷了flybust的时候 Course就已经很明确的知道 哦 Cassie今天在Course的哪一家商店 在什么时候购买了哪些商品 并且我知道他每一类商品花了多少钱 我甚至可以知道他比较prefer 哪一种品牌的商品 通过收集我的这样的数据 他可以把这些我的消费数据整理出来 比如说我这个月去了三次 上一个月去了五次 把我这些消费数据整理出来 他可以分析出 可以分析出 我这个人在Course喜欢买什么样的商品 我喜欢去哪一家Course 我喜欢什么时候去这个supermarket买商品 通过我的这些对我的这个消费数据 消费习惯的这个分析 他就知道 我什么时候如果 如果这个Course出现了 我所喜欢的某一种商品打折了 他可以通过email的方式推送给我 就跟我讲 这一周你喜欢的什么什么商品 又在折扣啊 你可以去看一看 通过这样的数据收集 整理分析的过程 最后达到一个效果 就是让我知道 我所喜欢的商品 什么时候有折扣 最后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终极目的呢 supermarket嘛 终极的目的就是 能够向消费者卖更多的商品 他们赚更多的钱 如果我及时的知道 我喜欢的商品 什么时候有折扣 那么我就可以及时的去 supermarket采购这样的商品 然后以最终达到 他们盈利更多的 这样的一个go 所以这就是统计学的 一个意义 这个统计学在这个 日常生活中 应用的非常的多 好了 这个是关于统计学的 一些基本的内容 或者概念 好了 下一个我们要 下一个我们要看到的 这个term呢 叫做primary data 和secondary data 对应的是我这样 PPT当中的第二个 和第三个点 primary data 我们也叫一手数据 什么叫一手数据 就是我们通过survey 通过调研 或者通过实验 获取到了这个data 我们把它叫做primary data 你亲自去做一个survey 你亲自的去做一个experiment 将这些结果收集起来 你所获取到的 就是这个primary data 好了 另外第二种 与primary data相对应的 叫做secondary data 也就叫做二手数据 secondary data 这个是通过 你去这个政府机构 去图书馆 以及去一些 所对应的industrial association 和获取到的data 我们把它叫做二手data 是因为你并没有 亲自的去做那样 你并没有亲自的 去做experiment 而是你去通过 别人已经做好的 这个结果 获取的这个data 我们把它叫做secondary data 这个基本的两个term 大家知道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就可以 好了 下一个点 大家发现有四个term 我用这个红色的字体 标注出来 有四个term 这四个term 大家一定要对应清楚 这四个term 可能大家并不会在这个 期末或者期中考试的当中 而人家就会去问你 这一个term 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但是在之后 做题的过程当中 你要知道 每一个term 它所对应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这个data set 它所对应使用到的 是一样的一个 什么样的字母 因为你在做题当中 你需要写这个字母 你要写答题的过程 所以你一定要 一定要搞清楚 它们之间的 一一对应的关系 第一组 一一对应的关系 叫做parameter和population population大家都知道 population 你这个学过英文 都知道这个是人口的意思 但是在统计学当中 population的意思是 总体 总体 population是总体 总体的特征 我们用parameter来表示 总体的特征 也就是population的特征 我们用parameter来表示 parameter意思是参数 总体的特征 我们用参数 parameter来表示 所以population和parameter 是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 好了 下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 是sample和statistic sample来找是样本 也就是整体当中的一个部分 我从整体当中 抽取出来的这一个部分 叫做样本 所以样本的大小 是要小于等于population的大小 如果你把population当中 所有的人都抽取出来 那么很显然 你的sample的大小 就等于你population的大小 好了 样本的特征 我们用statistic来表示 statistic意思叫做统计量 样本的特征 我们用统计量这个单词来表示 population对应的是parameter sample对应的是statistic 千万不要搞混 因为之后在做题的过程当中 population的特征 我们会用一些特定的字母来表示 而sample所对应的统计量 我们也会用特定的字母来表示 字母不同 代表它的意思本身就是不相同 所以你在这个做题当中 千万不要把这个字母 先要搞混 好了 下一个点我们要知道 我们其实在这个BIC的课程当中 所学到的主要的叫做 inferential statistic 我们有推断类的统计 怎么来做推断呢 这个inference 做推断 我们通过样本的情况 来推测出总体的情况 最常见的一个关于统计学 大家可能都听说 人口普查 中国的人口普查应该是四年进行一次 人口普查 什么人口普查 就是会有相应的调查员 去到全国 挨家挨户的去调查 比如说你这个家里面有多少口人 每个人都是做什么的 每个人 毕业于什么样的 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 还是本科毕业 调查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 做人口普查 一来可以调查 比如说中国 在比如说2019年 有多少多少亿人口 然后人口的分布情况是怎么样子 所以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 statistic的情况 但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要四年才做一次人口普查呢 为什么不每年都做一次呢 那是因为 做人口普查 将会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和财力 你想中国有13亿人口 你需要多少调查员 才能把他们每一个人的情况 一一调查清楚呢 所以这是一个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的 这个一个统计学的过程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也想知道一下 中国整体的人口的这个情况 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就会通过sample的方式 我们从每一个省 或者说每一个城市当中 我们抽取一些人 询问一下他们的情况 我们用他们的情况 来推断出这个省 这个市 这个人民的这个基本的分布情况 人口情况 我们通过样本的情况 来推测出整体的情况 这个是我们这一门统计学的课程 我们这个RMITBS这门课程 所主要要考察到的内容 这个Inference 大家之后这个再多上几个星期的课 大家可能会渐渐的这个 学到更多关于Inferential Statistic的内容 比如说这个期盟考试中会有主要重点考察的 Confidence Interval 重点考察的Hiposys Test KaiSquare等等 这样的一些内容 都是Inferential Statistic的内容 好了 这个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铺垫 关于这一页PPT 重点你要知道的是 population的characteristic population的特征 我们要用parameter来表示 样本的特征 我们要用statistic来表示 并且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学统计学 就是因为我们要做Inferential Statistic 学过了这个Data的主要内容 学过了Data的主要内容 我们要来看 我们这个数据收集整理出来 我们要用某一种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Present Data Present Data 我们学了以下几种方式的Present 第一种叫做Contigent Table Contigent Table就是你要把你所收集到的数据 画在一个表格当中 比如说今天 我想统计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家门口的这个Cose 男生和女生使用购物袋的情况 这是我要统计的一个内容 我现在就在超市门口 站了一个小时 我发现一共有100名消费者 其中男生 我画一个SIMBLE 表示男生 其中男生有40个人 女生有60个人 我一共观察了100个人 其中男生使用自己带的购物袋 环保袋 我画购物来表示 40个男生当中使用自己带的环保袋的人数呢 10个人 使用超市的这个塑料袋的情况是有30个人 女生使用自己带的购物袋的有40个人 使用超市的这个免费的塑料袋的有20个人 好了 我们把我统计出来这个结果 用一个表格表示出来 这个表格就叫做Continence Table 好了 Frequency Table 就是把这个出现的这个频次 出现的频次 也是用一张表格表现出来 比如说我还是观察这100个人 我观察这一个小时 我把这个他们用消费的这个钱数 把它分成几类 消费了10块钱到50块 0块钱到50块钱 也就是消费低于50块钱的 我发现有50个人 50个人 50这边 50到100块钱呢 我发现有20个人 消费100块钱以上的呢 有这个 一共观察100个人嘛 前面就是50 还有30个人 消费100块钱以上 好了 这叫做Frequency Table Cumulative Frequency Cumulative Frequency 就是你每一档 每一档 你都要把前面一档的内容 前面一档的数量 加到这里面去 比如说 我刚才说过 观察的第一档 是消费低于50块钱的 有50个人 那么第二档 第二档 是50到100块钱 我们说之前有20个人 消费了50到100块钱这么多 但是对于Cumulative Cumulative 它的这个单词 就是最开始的这个动词 是Cumulative 就是累积 什么叫累积呢 就是从最小的那个值开始 累积到你这个 这一档 你的range的这个最大值 就是100块钱 一共有多少个人 就叫累积 所以第二档来说 对于它的Cumulative Frequency 就是从0开始 因为0是在我们这里面观察值 最小的这个 从0开始的这一档 到你这100这一档 一共有多少人 那么对于50到100的Cumulative Frequency 就应该是之前的50个人 加上这一档所对应的20个人 这个叫Cumulative Frequency Orgive图像 Orgive图像是对于Cumulative的Frequency 画出来的一个 这个线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曲线的图 叫做Orgive图像 大家对于这个 稍微知道一下就可以 这个不是 这个其中和清末考察的 这个重点内容 下一个Histogram 它的意思叫直方图 直方图大家肯定 这个在高中 多多少少有所学过 就是把你每一档的这个数量 用一个矩形的方框 表示出来 这个叫直方图 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stem and leaf display stem and leaf display 主干和它的叶子 主干和叶子 比如说我刚才对于这个 人数的消费 0到50 我刚才说有50个人 比如说第一个人消费了10块钱 第二个人消费了15块钱 我们不举那么多 第三个人消费了20 第四个人消费了25 我把它们分成10块钱和20块钱的两档 stem and leaf呢 第一档是10块钱 第二档是20块钱 你把这个竖线的左边 竖线的左边 写成它的stem 所谓的stem 就是你这里面划分的这个10位 也就是10 20这个10位 就是1和2 你把这个写在你的竖线的左边 表示你的stem 跟 然后右面呢 来表示你这里面的叶 所谓的叶 就是对于10块钱这一档 你出现了10和15 你在叶子的这一边 也就是这个竖线的右边 写上0和5 0和5 写出这样的一组 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竖线的左边代表的是10位 竖线的右边代表的是个位 竖线的左边代表的是stem stem 竖线的右边代表的是leaf 这样的一组竖给你 表明 在10到20的这一档当中 你出现了一次10 也就是10 出现了一次15 也就是15 这就是stem and leaf display 好了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也是大家最常见的 就是chart 画出来这个图 分别有这个bar chart 跟这个指方图非常的像 line chart line chart 就是最后你的图像当中 有一条线 line chart pie chart 就是最后有一个饼 有一个饼 把这个饼 分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 来表示每一档都占据了百分之多少的人 我相信这个大家肯定在这个初中高中 多少都有所学过 对于line chart 也就是说 在这个期末 在整个这个课程当中的后半程 我们会有一张的内容 会针对于这个line chart 我们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内容 大家在这里面稍微注意一下就好 这些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练习题 这个练习题 就是从大家这个online study plan 这个preparation当中 我做了其中的一组题 这次这个preparation preparation online 一共有八个题 大家看 一of八 一共有八个题 然后呢 你这个preparation呢 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次 很多很多次 我尝试了 我做完第一套了之后呢 我又尝试了进去想看一下第二套 还是不是提醒啊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我会发现 我没有再多尝试很多很多次哈 哦 我觉得他的意思呢 就是你 我这个八个题型 八个题型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你再去做一次新的preparation的时候 你再去尝试做这套online test的时候呢 它这里面的数 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大家今天 可以跟着我先把第一套这个online test 对于这些数值的内容 大家可以先做一下这个 跟我一起做一下这个practice啊 之后 如果大家回家 然后听完这个课程 如果想再巩固的话 大家可能可以再做第二遍啊 看看 而又换成其他的数 你看还会不会哈 然后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练习题哈 construct a stem and leaf display given the following data from a sample of mid semester exam score in finance 51,61,98,78,98,51,57,85,79 哎呀 我的鼠标呢 在这里哈 大家看到这个旁边 你这个数字旁边啊 有两个小方块 两个小方块呢 你点击一下 它会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在这个写字版当中 把你所有的数据再帮你列一遍 另外一个选项呢 是在excel当中 把你这些数据再列一遍 如果大家是机考考试的话 如果大家比如说 没有带计算器啊 或者是会 或者对于有一些提醒 如果你按计算器 会有点不太方便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选这个 excel哈 里面来 来看一下这个data 因为excel里面 你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formula 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加减乘处哈 对你计算来说相对来说也比较方便哈 好了来看一下第一组图 第一个题哈 第一个题要你做一下这个stem and leaf display的这个图像 并且把这个图像在下面的这个表格当中填好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题里面这个小括号的内容 因为小括号里面会有一些注释哈 do not use a comma to separate answers 请不要使用逗号 把你这个答案分开 也就是说你这里面 你不要说比如说你这个第一个题目当中哈 第一个题目当中 比如说我们先看五这一档 五这一档在这一组数据当中出现了哪些 也就是在50到60这一档 你这上面给出的大卡出现哪些 分别应该有51吧 51 sorry 好了第一档我们有 有 51 有51 57 57 也就是你要把51 51 57这三个数表现在下面的这个stem and leaf display当中的第一行里面的内容 我说了书线的左边代表的是你的十位 也就是五 五十这一档 右面代表的是你这些个数的各位 好了 对于这些个数的各位 你觉得这个题应该要怎么填 我说你要把各位写在右边对吧 所以对于第一个51来讲你要写一个1 对于第二个51的1来说你也要写一个1 对于第三个数57来说你要写一个7 好了大家就在想那我应该要怎么把这三个数写到这个小框框里呢 写到小框里 人家告诉你 Do not use a comma to separate answer 也就是说你直接把这三个数写到里面去就可以了 这个小框框你就要填117就可以了 好了第二档 大家看看第二档 哎 左面是各位和十分位都没有写 可以用空格分开吗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答案 答案当中没有使用任何的空格 直接就是把117写到里面 所以这里面我不建议大家使用任何的这个空格也好 还是使用动号也好 大家直接把数对应了填到里面去就可以了 这个还有问题吗 这个应该OK了 第二档也就是应该出现的是60到70这一档 第三档应该是70到80这一档 下档是80到90 最后一档是90再往上 所以对第二档60这一档来说 我们说数线的左边就要填它的十位 也就是6 第二档出现的数应该有61 其他的就在没有了 所以你把6写在数线左边的这一档 把1写到数线右面 好的第三档是70 70到80这一档 我们出现的是78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有在问 做的时候有些空格了 说了我错 有些说我对 所以这个地方我不建议大家 说你空格有错 不一定不一定是你因为使用了空格错 也可能是你本身这个题做的就没有做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下面 括号里面的内容 如果他说没有不要使用 抗码后不要使用space 那就不要使用 这个题目因为我试了一下 如果使用抗码的话 他会给你算错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 你直接写17就好 不要不要有其他的这个字符 好来到7这一档我们里面出现的是78和79 所以大家把8和9直接写在右边的框里就可以了 8这一档同样的道理 我们只有一个85 所以左边已经把8写好了 右边直接写5就可以了 最后一档是90这一档 我们有98 98 所以把9写在竖线的左边 把两个8写在竖线的右边 这个是 我把这个 我当时做的这一套这个答案 也有做一个screenshot出来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是对应的题 这个是解出来的答案 解出来的答案 这里面没有使用任何的空格或其他符号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遵从了这个答案的这个情况来看一下 我这里面就是它直接就能用 就是数字和数字之间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情况 没有space也没有任何的符号 好回头这个题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题目考察就是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stem and leaf display 好 这个题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比较简单考察就是stem and leaf display 大家有没有会写 重点呢是看下面括号里面的注释 让你有没有使用什么特殊的情况来做表解 好了 下一个关于这个知识点的内容呢是 data和variable的分类 data就是你的数据 我们用一个变量名称下面可以可能统计出来很多的data 所以我把它两个写写到了一起 data数据variable变量 data的分类有哪些主要分成下面的两大类 左面一类叫做categorical data 也可以叫做qualitative data categorical 这个词这个对应的名词是category 分类别 也就是有一种类型的数据是分类别的数据 好了 与之所对应的叫做numerical data 或者叫做quantitative data numerical 最原始的名词是number 数量 对应下面这个单词quantitive 也是指的是数量 所以data分成两大类 一种是分类的data 一个是可以计量数量的data 对于分类别的data 比如说这个人可以通常分为两大类 男生和女生 或者是这个人种可以什么什么黄种人啊 白人啊等等其他这种各种各样的类比啊 这叫做分类的data 右面计量数量的data 比如说这个人多少岁 身高多少体重多少啊 这就是可以统计出来具体数字的data data主要分成两大类 在categorical data下面我们又可以分成两类 一个叫做nominal data 一个叫做ordinal data ok 什么区别ordinal ordinal data 大家可以记得原始的这个名词order order order就是你要排一个顺序 不是大家亲目的考试 可最好的一档80分以上叫做hd 然后70到80比如叫d 然后60到70可能是c 然后再往下 依次排序 hd d c d f 这是有顺序的吧 是不是从上到下 从hd到f是依次分数是降低的呀 所以这就叫做ordinal data 你这个东西不仅你的成绩不仅可以分成hd d cd 这样的一些种类 并且种类和种类之间它是有顺序的 好了这是ordinal data 好了 另外一种叫做nominal data 什么是nominal data 就是我这个data只能分类 不能排序 最简单的例子 人分上两种 男生和女生 有说男生就比女生好 女生就比男生好 这种分类吗 有这种顺序吗 没有吧 所以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分类哈 没有任何的顺序 再或者说这个音乐 音乐的种类有很多 比如有什么hiphop rnb啊 blues啊等等等等这些 这些也都是只是有分类 但是没有排序 没有说谁比谁好 谁比谁差这样排序哈 所以data 拿到了一个变量 拿到了一些数据之后 你要先想想 我这个数状图 我要先往左边走 还是先往右边走 判断出来它 它是一种分类别的data 你要再想 它是nominal 还是ordinal 好了 走右边这个分叉 如果是对于一个能够计量数量的data 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呢 也有也是分成下面两大类 一个叫做discrete data 另一种叫做continuous data discrete data quare写了一个con con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数 你只能一个一个一个的去数 一个一个去数 比如说一张桌子 两个电脑十个人 能有10.5个人吗 能有2.35个人吗 不能吧 所以这种只能一个一个去数的 每一个和每一个是这个分离开的这种 我们把它叫做discrete data discrete的 它对应的这个中文的意思叫做离散 离散 离开的离分散的散 离散 离散型的data 每个和每个是分开的 另外一个叫做continuous data 这个东西是连续的 连续 什么是连续的 就不间断了 比如说数轴上 0到1中间有无穷无穷多个自然数 0到1之间有无穷多个自然数 这就叫做连续 你没有办法把它们一个一个一个都数清楚 这个是data的一些简单的分类 因为对于不同类型的data 我们统计的方式也会有不同 我们present数据的这个图像也会有不同 并且我们之后去做统计 去做分析的方法也会有不同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对data的一个分类 好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练习题 来看看大家刚才这个竖状图有没有完全的理解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determine whether the variable is categorical or numerical determine whether the variable is discrete or continuous 好啦 a 第一个 sorry 这个地方打错字 number number of landline telephones in the household 第一个 在一个家庭住户当中 这个走landline的这个电话的数量 是一个什么样的data 好 我说了 你拿到这样的一个题目你要怎么办呢 哎 你就要想到我这个树双图 你现在在这里哈 现在拿到了这个data 拿到这个变量 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啊有两条路可以走 你要想你要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好了 landline telephone的数量吧 number吧 number 是不是就是已经告诉你啊 你要走 numerical 这边啊 Numerical 这边 好了 走到 numerical 这 你要知道 你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人家问你 你们家这个telephone有几个呀 你是不是应该回答一个 零个 十个啊 你要回答具体的这个数字哈 所以你要往 numerical 这边走 走到 numerical 这边 你要想 这是 discrete 还是 continuous 要么回答 要么回答 零个 就代表你没有咯 要么一个 两个 三个 十个 能存在十点五六六个吗 没有吧 所以他要求你 要求一个一个去数 所以他应该是在 numerical 下面是 discrete data 好了 第一个哈 第二个 whether telephone service in a household is provided by internet provider 好了 拿到这样的一个变量也好 拿到这样的一个数据也好 你要想 这个 data是怎么clack的 你比如说 你找了十个人 分别问他们这个问题吧 分别问他们这个问题 他们应该要 要回答你吧 比如说对于b这个问题 whether什么什么 你们家的这个电话的服务 是不是有网络通讯商来给你提供的 那你怎么回答 要么是 要么否咯 是和否 是一个数量吗 并不是吧 它是不是一个种类啊 要么是这一个种类 要么不是这一个种类 所以它应该是 categorical data 从这里往左面走 走到 categorical下面 好了 下面再想 它是 nominal 还是 ordinal 适合不是有好坏之分 有DDR之分吗 也没有吧 所以它应该是 categorical data 下面到 nominal data 这是笔问 C问 monthly mobile phone data usage in MB 问你你这一个月这个手机流量用了多少 手机流量多少 比如说我上个月可能用了30个G 你可能用了100个G 他可能用了这个100.356个G 这些首先你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要收集到这样的一些数据一定是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表示的 所以你从这里向右走走到 numerical这个分支下面 好了你要再判断你是 discrete还是 continuous 对于你所用的这个data的量 data这个数量 你能去一个一个去数吗 一招 然后下一个只能是两招吗 也不是吧 中间可能会有把它分成这个很多很多很细小的这个单位的话 它可以就是中间并没有办法能从数 就能把它数出来 你需要通过一定的测量把它测量出来 所以这个是 numerical data下面的 continuous data 最后一个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in a household 家里面住了多少个人 家里面住了多少个人 首先你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你要说三个人 五个人 十个人 所以你要给它一个是具体的一个数量 所以从这里向右走走到 numerical 这里 好了 往下走 discrete还是 continuous 对于你们家有多少个人 你是不是只能去一个一个去数啊 所以应该是 discrete data 好了 这四个小题帮助大家练习了一下 data这个分类哈 大大分类 怎么来做 拿到这一个问题 你先自己设法 设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你要判断一下 你回答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这个结果 通过这个结果来判断 你是向左走走到 numerical 还是向右走走到 numerical 下面 走到任何一个分支下面 你再想 是不是具体符合下面这四种情况的具体当中哪一种 然后再来做判断哈 这个已经练过了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 都属于比较简单的内容哈 好到这为止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要在那个conversation当中立刻提出来哈 好没有问题我们继续 我们拿到了数据之后啊 我们拿到了数据之后 我们要描述这个数据的characteristic 要描述这个数据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我们从哪四大方面来描述特征呢 大家来看这个图哈 对于 numerical 大家来说我们从下面四个角度来分析数据的情况 第一个叫做 central tendency central tendency 大家用以下三个指标来衡量哈 以下三个指标 第一个叫做 arithmetic mean 也是算数平均值 也是大家最常见的这个均值哈 把所有的数加在一起 除以这个数据的这个数量 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平均值 median 中位数哈 中位数怎么来操作 把你所获取的所有数据 从小到大排列 找出中间的那一个值 如果记 如果你有基数个大 比如说你有七个数 七个数在你的大小小当中 那么第四个数就是你中间的那个数 因为第四个数 左边有三个数 第四个数又没有三个数哈 median 如果对于比如说偶数的数值 在你的dataset当中 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 这是你的dataset 让你找出它的中位数 那就是中间的值应该是前三个数 也有一二三是前百分之五十的数 四五六是后百分之五十 那中位数就是你的这个三和四的中间值 也就是三点五是你的中位数哈 这是对于不同中位数的这个求法 看你是基数格还是偶数格 所以下面这个叫做mode 是中数哈 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数 比如说一二二二三 对于这样五个数的大家猜到 一出现了一次 二出现了三次 三出现了一次 出现频率最多的就是二 所以二就是你的中数哈 这个大家肯定都学过 大家简单的复习一下 三充tendency 看的是数据 这个分布的情况 就是我们用密集的有没有 下面有写啊 三中三的写 value around which value tend to class 有没有聚集在一起 这个是三中 tendency的情况 第二个是叫做quartile quartile就是百分之多少的数 百分之多少数位于哪里 位于哪里 比如前百分之二十五的数 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的数 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的数 是一个数据的分布的这个情况 我们之后应该会有图 可以具体的来看一下 第三个我们来描述 numerical data 这个方向叫做variation 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变化 第一个可衡量的点叫做range 所谓的range 就是这一组data算当中 最小的那个数 距离最大的那个数有多远 range 最小的数距离最大的数有多远 那怎么来求这个range 很想要你要找到这一组data算当中 最大的数是多少 长到最小的数多少 两个人做一个差值 就是你的range 好了 interquartile range interquartile range 也叫IQR IQR会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计算 也就是中间百分之五十的数 中间百分之五十的数 是怎么样的一个区间的范围 就是interquartile range 中间百分之五 大家可以 两种方法 一种是直接去找中间百分之五十的数 在哪里 用最大的那个减去最小的那个 或者第二种方法 用Q3 也就是75%的数值 所对应的那个数 减去Q1 所对应的数值 举个例子 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小题里面 会求这个IQR这个 内容 应该就在后面几个PP里面 就会有 大家不用担心 第三个是variance 大家可能在这个高中学过 它的中文字是方差 方是正方形的方差 是差值的差 方差 方差在描述的是 每一个值 data set当中的每一个值 距离它的均值有多远 距离它的均值有多远 之后这个我们 后面应该有小题 能够练习大家的计算 大家先可以不用担心 先听一下这个基本的概念是什么 下一个叫做standard deviation standard deviation和variance之间是有关系的 standard deviation叫做标准差 标准就是那个标准 差还是方差那个差值的差 标准差 标准差等于什么呢 标准差等于方差开平方 方差开平方就是标准差 下一个叫做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是用你的standard deviation 出于你的均值 然后用百分数来衡量就是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这个是variation下面 我们用五个指标来衡量variation的特征 最后一个是shape shape大家应该只在第一节课多多少少有过一点内容 因为我们后半场的内容都没有学一些很特殊的分布 我们学的最多的就是这个normal distribution的分布 所以对于shape大家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shape其实是有两个 这个图里面没有写 一个叫skillness 一个叫kirtosis skillness描述的是数据 是比如说我们看一个这个图 先看后面这个图 上面这三个图像描述的就是skillness 下面三个图像描述的是kirtosis 大家不用具体去背这个单词要怎么来拼写 大家大概听一下就可以 skillness 比如说对于一个普通的正在分布的图像 也就是大家管这个叫中型曲线 你左两边是相对称的 你左边的这个尾巴 左边这个斜线下来和你的这个横肘 所交的这部分是左边的这个尾巴 和右面的这个尾巴 两个人是相对称的 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称的 而对于skillness的情况是 我有一边尾巴特别的长 像对应第一个图就是左边的尾巴特别的长 而对应第二个图就是右边的尾巴特别长 我们把这个图像的这个中位数 中位数和均值的这个情况 是都在一条线上呢 还是向左偏还是向右偏 我们用这个来描述skillness 描述skillness 图像是向左偏还是向右偏 第二个我们描述图像 对于一个也是正台分布的图像 它可能这个图像长这么高 这个图像呢可能只有这么矮 下一个图像呢可能更矮更扁 我们用kirtosis来表示的是图像的高矮胖瘦 这个比较高 这个比较矮 这个比较瘦 这个比较扁 我们用kirtosis来描述图像的高矮胖瘦 这个大家简单的听一下就可以 这是关于shape当中的两个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可能会用到的这个公式 第一个是variation 这个variance 方差的这个公式 好了 我这里面写的非常清楚 两个公式 第一个叫做population 的variance 比如让你现在求的是population 也就是总体的方差 总体的方差 我说啊 这个population 它所对应的特征 比如说现在方差 就是我们所要它描述的一个特征 我们这个特征啊 对于总体来说 会有一个特定的字母来表示 我们用sigma的平方来表示 这个是sigma 这个应该是小写的sigma sigma的平方来表示 表示的是population的variance population的variance sigma的平方等于什么呢 大N分支 上面写的这一大堆 首先我来一个一个讲解 右边是一个分式 分母的大N表示的是population当中 数据有多少个 用这个统计学的数据叫做population size size就是这个size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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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的是population的这个数量的大小 大N来表示的是population size 好了分子上面 括号里面写的是XI XI表示的是你所这个dataset当中 你每一个观察到的值 比如说我给了一个dataset 12345 大N就等于5 因为我这个dataset一共有5个数 XI分别就代表的是12345 这有5个数 好了 第二个这个念mu mu代表的是population的均值 population的均值 我们用mu来表示 population的均值 用mu来表示 mu就是你12345再出于5来 那就是3了呗 左面的这个括号外面要平方一下 左面这个sigma 这也念sigma 这是大写的sigma 表示的是求和符号的意思 求和 你要把每一个XI 也就是X1 X2 X3 X5 分别等于12345 带到这里面来求一次 然后把它们加起来 加起来 一直带到这个N的这个情况 I从1到N sigma I从1到N 这么来念 sigmaI从1到N 好了 这个是population Virus公式 这个应该在期中考试 或者是你们这个 下次这个机考的这个考试上 应该不会有formular sheet 只会有一些table在上面 不会有formular sheet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记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个高中都有学过吧 所以应该就还好 这个是上面population Virus公式 好了下面是sample Virus公式 回想一下我第一页PVT里面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说sample和population 它们的特征有分别两个不同的名词来 一对应 population所对应的是parameter sample对应的是statistic 好嘞 我们现在要描述的sample的特征是variance 我们用哪一个统计量来表示呢 这里发现我们用s的平方来表示sample variance s的平方表示的是sample variance s的平方怎么来求上下两个公式 我们对比一下 首先 右边这个分式分母当中的大nt 替换成了小n-1 小n 我们代表的是sample size sample size 样本的这个大小哈 比如说我现在给了你一个dataset 我跟你说它是一个样本哈 分别是12345 那么你的小n等于5 但是在求sample variance的过程当中 你分母要带的是4 因为要用5-1 好了上面xi还是那个xi 就代表你的dataset当中的每一个数 x上面头上一个横线 我把它叫做xbar xbar bar就是bar那个bar xbar xbar就是sample的均值 sample均值还是架在一起出现 好了这个是两个在让你求variance的这个公式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上下两个是不一样的 要怎么来怎么到时候考试的时候具体来用哪个公式 你要看清楚题 不管你是population的情况 还是sample的情况 好我们来看一个练习题 这个是preparation当中的第二个题 看一下这个following data set the following set of data is from a sample of n等于6 762753 旁边这个小方块还是可以生成一个excel 好我建议大家如果就是计算器如果不会使用statistic功能的话 我建议大家还是用一下excel 因为excel里面就是你做加减乘书啊 相加相减啊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哈 好了看一下a calculate the mean or mode 第一个让你计算均值中位数和重数 好了让你把me写在这里 me等于小方块 括号 type in an integer or decimal rounded to two decimal places as needed 什么意思 要输入一个整数 或者是decimal 小数 保留几位小数呢 保留到两位小数 as needed 需要的话保留两位小数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整数你就写整数 如果是小数的话 请保留到两位小数 ok 均值要怎么计算呢 我说把所有的数加在一起 除以n就可以了吧 所以是7加6加2加7加5加13 好六个数均值是6.6666 因为要保留两位小数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写的是6.67哈 好了第一问没有问题哈 第二问计算中位数 me点中位数 我说怎么求中位数来说 你要把所有的数从小到大一次排列 2567713哈 找到中间的那个数就是你的中位数哈 很显然肯定是个整数 所以你直接写个整数就可以哈 好了 what is the mode select the right choice below if necessary fill in the answer box哈 下面编成了两个选项哈 第一个是a 中数是或者是r什么 写整数或者是小数 use a comma to separate answer as needed 如果需要的话请使用逗号哈 b选项是没有中数 而大赛当中 2 5 6 7 7 13 很显然除了7之外 其他的数都出现了一次 而7出现了两次 我说出现平次最多的就是中数吧 所以应该选a 中数就是7哈 这也没有问题哈 b calculate range 我说这个描述data 我们有很多种 前几个问都在考察的是三重tendency 然后这一问开始考察的是variation哈 重数 r range哈 range 我说找到这组数当中的最大值 找到这组数中的最小值 相减就可以了 最小2最大13相减就可以哈 inter quartile range inter quartile range inter quartile range 还是你要求这个iqr的时候 inter quartile range 你还是要把这些数 从小到大排列 256 7 7 13 大家如果有纸的话 可以在纸上稍微写一下哈 我说inter quartile range 表示的是 inter quartile range 表示的是中间50%的数 位于哪里 大家找一张纸哈 写下256 7 7 13 我在我的屏幕上写一下 25 6 7 7 13 一共有6个数吧 前50%的数是256 后50%的是77 13吧 前50%的数 中间的那个在哪里 是5吧 后50%的数当中 中间的数是7吧 这就是你中间50%的数 中间50%的数在这里 所以5和7就是中间50%的数的这个两头哈 两头 所以用你的这个7减去5 就是你的iqr 也是很简单是个整数 你就输入整数就可以了 好了 下一个来了 Calculate the variance Calculate the variance 和Calculate the standard deviation 要用公式了吧 公式回到上一页当中 是用哪一个公式呢 第一个公式呢 还是第二个公式 题目中已经给大家了一个小小的 hint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 人家是不是给你写了s的平方啊 哪个公式是s的平方 是不是第二个呀 而如果这个题目当中 没有给你写s的平方等于什么 直接给你写的是variance等于什么 你怎么办 是不是还是两个公式你要去选啊 我说你要去选择哪公式 你一定要看清楚 你要求的是population 还是sample的variance吧 题目中哪里有写啊 是不是最上面的题材里面有写啊 the following set of data is from a sample of n 等于6吧 是不是很显然 你这已经是获取的是一个样本的数据了 所以你应该使用的是下面这个公式吧 每一个值减去你的均值平方之后 把每一个值减均值平方之后 把它们加动起来 再除以n-1 n-1这就是s的平方 计算stand deviation 我说stand deviation就是方差开平方 也就是s开平方就是s 就是把你刚才的这个计算出来这个值 开一个根号就是你的s 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动笔亲自算一算 不然这个题很容易会算错 好了这个是第二题的内容 考察的是对于data的一些简单的这个 description 你都要会哪些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关于standard deviation和variance 这两个population和sample的公式 好了这个图我刚才有讲过 关于图像的这个shape 好了shape 这个地方已经给大家详细的描述哪一种情况 分别叫什么名字 对于中间这种 我换一个笔 换一个阴光笔 对于中间这种图像 左右两边相对称的 我们把它叫symmetric symmetric的情况 就是你的me 就等于你的median me等于你的median 我们用这个来表示它的symmetric 左边两个尾巴 左右两个尾巴是相对称的情况 如果这个图像 整个这个峰值 向右偏 整个峰值向右偏 峰值向右偏 我把它叫做left skill 因为skill表示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比较少 也就是你左边的尾巴 左边的尾巴很长 左边的尾巴很长 我把它叫做left skill left skill所对应的是 命小于中位数的情况 我把它叫做left skill 左边的尾巴很长 叫left skill 也叫negative skill negative skill 如果你右边的尾巴比较长 我们把它叫做right skill 也叫positive skill 对应的情况 是你的平均值大于你的中位数 这是如果用distribution图像来说的话 你会得到这三种对应的图像 好了 另外一个下面 所看到的这个 书线和小方块 所对应的这组图像 把它叫做box and whisker plot box and whisker plot 好了 左边的这个 最左边的这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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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左边的这条线 是代表所有大大赛赛当中 最小的这一个值 右边的这个横线 代表的是大大赛赛当中的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我们用中间这个图 中间这图已经写好了 最小值 最大值 好了 画一个横线 又出现了一个小方框 小方框上有三条竖线 第一条竖线 代表的是前25% 所对应的那个数 中间 表示的是Q2 50% 或者是media 因为它俩是一个意思 Q2 也就是 50%的那个分界线 也是你的中位数 用中间这条线表示 右边这条线 表示的是Q3 Q3 就是前75%的数 所对应的那个值 最右边是最大值 好了 这下面这一组 用竖线 横线 以及小方框 我们把它叫做 box and whisk plot box and whisk plot 好了 看下这五条竖线没有 这五条竖线 又叫做5 number summary 五个数的summary 能够summary什么情况 能够summary的是 你这个 整个一组大家set 数据是怎么样的一个分布 好了 如果这个题目当中 因为我记得去年的这个 期末当中的practice exam 当中就考了那个5 number summary 你写什么5 number 写的就是最小的值 q1 中微数 q3 max 好吧 要看上直版了 大家知道对应的这个题目 什么意思 来看一下第三题 following set of data from sample of n 等于5 14 25 5 3 1 1 list 5 number summary 让你写出五个数的这个summary 我说五个数summary 就是让你写这 1 2 3 4 5 me q1 q2 q3 max 这五个数 好了 这个题简单就简单在于它 它就五个数 好了 你任何一个做这样的题 首先 你就要把人家打下来的 从小到大排列一遍 2 3 5 14 15 好了 第一个是 你使用5 number summary 人家是括号 use ascending order 什么时候asending 就是逐渐变大 从小到大 从小到大 所以你这个数据排列 就是用从小到大 如果人家写的 use descending order 就是从那到小 你要从max往下写 这个ascending order 是让你从minimum值往上写 第一个是你的q1 第一个是你的这个最小值 也就是你的2 对吧 然后写的是你的q1 就是前25%的数 就是到3 然后中间中位数是5 然后到75%的数是14 最大值是15 就是这个说白了 让你从小到大 把所有的数排个序 B问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correct box and whisk plot A B C ABC 让你把这个数据 用box and whisk plot 描述出来 V 我说了这个最左边的线 代表说你的最小值 最小值是2吧 这个题 你甚至 你直接看这个图 你就知道这个应该要怎么来选了吧 你要找最小值是2 2就在这里了 你就选C楼 大家看这个选择题 选择题如果是这个小圆圈 题目的选项前面是小圆圈 它在这个IT里面default就是单选的意思 如果你这个选项前面是个正方形 正方形小方块 那这个题就是多选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来判断 但是这种题很显然就是一个单选的题 大家可以点右面这个放大缩小 或者是open in new tab 大家马上来更清楚的来看这个题目的这个对应的图 因为在屏幕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 因为大家看到了我这个屏幕 已经是给大家放大之后的这个效果 所以大家可能在真实的电脑上可能相对来说还会比较小 所以大家可以用右面这三个键来更具体的来看一下这个图 好了 What's the shape of the data shape哪里讲 我们刚才这个图像吧 left skill symmetric or right skill 对应怎么来判断 如果是symmetric 那就是左右两边相对称咯 这是symmetric 然后left skill是mean小于中位数 right skill是mean大于中位数 我们这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属于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的这个中位数是5 那我们均值因为有1415这样比较大的数 很显然均值应该是要大于5的 大家可以通过一些计算来判断 或者大家直接用这种图像来判断也可以 用这种图像来判断也可以 图像可能有的时候图像可能没有那么的直观 如果大家怕这个图像判断不准确的话 大家可以用上面这个right skill 对我的left skill随定的mean和中位数所对应的情况来做判断 这个是box and whisker plot这个题 好下一张 下一个部分我们要到的是这个第二张的一些内容 第二张如果大家这个高中在国内上过的话 大家可能也学过哈 关于probability的计算哈 主要是probability probability就是一个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比如上一周有这个 周二的时候有那个7000万的彩票哈 有三个人中了头奖 头奖是45里面选7个数哈 这个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就会是非常非常的小哈 它一定是一个numerical的这个值 numerical的值 event 嗯 这个词在统计学当中表示的是事件哈 一个变量它可能出现了这个结果嘛 叫做事件事件啊 random experiment 这个叫随机实验哈 随机实验哈 比如pollacy in b 你出来的结果啊 可能是正面可能是反面 这种结果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哈 cannot be predicted 所以它叫cannot be predicted with certainty哈 你不能确保说它出来的一定是什么 但是你知道这个结果它有几种可能性哈 所以这个叫做random experiment 最后一个叫做random variable哈 随机变量随机变量哈 根据这个变量它是discret和continuous 我们可能使用到的分布 使用到算法都是有区别哈 这是关于probability一些简单的一些术语哈 好吧 关于probability的这个计算哈 分为如下几个 第一个叫做marginal probability 就给了你一个事情让你计算出 它的这个可能性哈 比如说头一门闪子有六个面 我问你这个 一朝上它的概率是多少啊 就是因为有六种结果嘛 有六种结果啊 其中一占了一份 所以是六分之一哈 这个大家肯定都会算哈 第二个叫做joint probability probability satisfy both a and b 我给了你两个情况 两种情况你都要满足 我们写成了是哈 A交b 下面可以看下面这个公式哈 呃 pr或者直接写p就可以啊 因为pr和p大写的哈 大写的pr和p都代表是probability的意思哈 啊 a 哎 一个拱门b 就叫a交b哈 就是joint probability 满足a和b同时发生的情况 下一种叫做conditional probability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叫做条件概率 在b发生的条件之下发生a的概率 我们写成p括号a-b 读作 在b发生的情况下发生a 它的概率是多少哈 怎么来计算呢啊 下面是发生分母 发生b的概率 分子是a和b同时发生的概率 我们把这个p括号a-b叫做条件概率哈 下一个叫做additional rule哈 加法哈 加法法则 加法则是pa 这个拱门倒着话哈 倒着话 这不是u哈 只要a并b 并且的并哈 a并b发生的概率 等于a发生的概率 加b发生的概率 减去a交b发生的概率 就是ab同时发生的概率 这是additional rule哈 下一个叫做multiplication rule 乘法法则 是如果a和b是独立的 好我们下一PPT会讲 什么叫a和b独立啊 如果满足ab独立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a交b哈 中间是a交的这个符号哈 拱门的符号哈 a和b同时发生的概率 等于a发生的概率 乘以b发生的概率哈 好了 什么叫做独立呢 或者叫statistical independence 在统计学当中 这两个事件是相互独立的 什么情况会发生呢 是在b发生的情况下 发生a 我刚才说了这个p a-b的意思是条件概率 在b发生的条件下 发生a的概率 就等于a发生的概率 也就是b发不发生 对于a发生 都不造成任何的影响 我们这个时候就说 a和b是相互独立的 或者是b-a 在a发生的情况下 发生b的概率 就等于b发生的概率 也就是a发不发生 跟b都没有什么关系 不会影响b是否发生 我们把这个叫做 statistical independence 另外一个概念 我在上面写的叫mece mece分别代表的是四个不同的单词 me代表的是mutually exclusive 两个事情不能同时发生 给你一个人 他要么是男的 要么是女的 他不可能是同时发生的 and collectively exhaustive 这是ce代表的两个单词 你把一个事情 他列举出来的结果 都能列举出来 这两个事件 如果是mutually exclusive a和b 两个事件 如果是mutually exclusive 也就是说 a和b 不能同时发生 collectively exhaustive 也就是a和b 是某一种情况发生的 只有这两种结果 只有这两种结果 这个是mece的意思 mece的意思 好了 也就是投一个硬币 要么你出现正面 要么出现反面 这两种事情不能同时发生 collectively exhaustive 也就是你投一个硬币 只能出现出正面和出反面 两种情况 这就是mece的意思 大家可以用投一个硬币的这个 example 来记一下mece的这个意思 好 我现在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这两个事件 是mutually exclusive 并且是collectively exhaustive 请问 what's the probability that both occur 两个事情同时发生的gain 同一个硬币 我知道它出现的这个两个结果 是出正面和出反面 这是我的两个to events 这两个events 这个什么样的特征呢 是不能同时发生 并且是这一种experience的全部的结果 两个同时发生的probability 应该是等于零的 等于零的 好了 if two event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不能同时发生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one or the other occurs 如果两个事件 是mutually exclusive的 mutually exclusive 只能是一个发生 另一个不能发生 不能同时发生 那么一个或另外一个发生的概率 应该是多少 如果对于头一个硬币来说的话 那一个发生 或者另外一个发生 概率都是58% 那对于比如说我现在有 我有一个班 班里面有十五同学 其中八个是男生 两个是女生吧 我从这个班级中 随机抽取一个人出来 他是男生或者是女生的概率 要么是80% 要么是20% 那如果这个班级里面 有50个男生 50个女生 那么抽取出来是男生 或是女生的概率 是50% 所以这个是不确定的 这是不确定的 它可以进行变化 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来进行变化 好了 这个里面会一个叫做MEC的这个概念 mutually exclusiv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 这个概念 同时要知道什么叫做statistic independence 下一个 下一个叫做VN图 VN diagram VN图 能够特别有效快速的帮助大家 了解事件和事件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是大家课上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这个例子还蛮好的 给大家用这个例子来画一下这个文图 有些同学是有这个对文图是有问题的 而3位1000household album pass in the house 调查了1000个家庭这个住户 住户里面发现就是1000户 我们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其中是家里有猫的有420户 家里有狗的有380户 其中有100户 家里既有猫又有狗 怎么来画一个文图 文图是用一个大的长方形 来表示全部的这个样本的这个空间 我们现在这个样本空间有1000个人 这个矩形表示的是1000 好了我们用圆形 用圆形来表示其中的两个内容 比如说我们左边这个表示的是猫 右边表示的是狗 左边的这一个圆 大家一定要看好我这PP 左边这个圆我们代表的是家里有猫 家里有猫这一个圆里面应该有多少个字啊 应该有420个字吧 整个一个圆形当中有420 好了这是第一个猫的这个圈 第二个圈代表是 右边这个圈代表家里有狗 整个圆圈 明白的指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380 好了 左边这一整个圆圈代表家里有猫是420 右边这一个圆圈 整个圆圈代表的是家里有狗是380 那么我请问你中间这一个部分 是否表示的是家里既有猫又有狗 就应该是这100个圆所在的位置吧 再看左边这个圆圈 现在我们不看这一整个圆圈 我们看这个像月牙一样的形状 胖胖的月牙的这个形状 代表的是什么内容呢 左边的这一整个圈代表的是家里有猫 但是我把右边这个地方抛掉了 右边抛掉的是家里既有猫又有狗吧 那么左边这个胖胖月牙形状 什么代表的意思是家里只有猫啊 家里只有猫 没有狗 只有猫 家里有宠物 宠物是什么呢 是猫 有没有别的宠物了 没有了 所以左边这个胖胖月牙 代表的是家里只有猫 有多少个人呢 整个一个圈有400 抛出家里既有猫又有狗的100 所以左边这胖胖月牙应该是320 同样对于狗来说 整个一个圆圈代表的是家里有狗 我没有说只有狗 家里有狗是380 这个中间阴影部分是100 家里既有猫又有狗 所以右边胖胖的这个 有点不规则的月牙形状 应该是家里只有狗 只有狗多少个 280个 好了 左边 找一个荧光 左边黄色的部分代表的是只有猫 是320 换一个颜色 蓝色代表的是只有狗 是280 中间红色画好的部分是100 既有猫又有狗的了 所以这一个像8字一样的图案 看我画 像8字一样的图案里面有多少个 多少户主 多少户主 人家呢 应该是320加100加上288 一共是700 700个人在这一个像8字一样的圈圈里面 我是不是一共调查了1000个人 那另外200个人在哪 就在这个8字的圈圈之外 换一个颜色 绿色 绿色部分的面积 绿色部分的 在圆形之外 在长方形的一里 一共有300个人 一共有300个人 好吧 这就叫做维恩图 用矩形和中间的圆圈 来代表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 好 下一个题 下一个题就是我们要 对于这个事件的propriety 有一个简单的计算 来看一下题目 但这个题目 他没有给你直接文恩图 他直接用了contigent table 大家可以根据contigent table的情况 画出对应的文恩图 来一起看一下 右面给了你一个contigent table 把这个a和b的这个情况 描述在这里面 a代表是a发生了 a代表就是a发生 a一撇就代表a没有发生 b代表b发生 b相反就是b没有发生 所以大家首先要看懂这个图 第一个时 换云光笔 换激光笔 第一个时 左上角的这个时 代表是a发生且b发生 a发生且b发生 第二个90 右面的这个90 代表是不是a发生且b没有发生 且b没有发生 下一个时 a没发生 a没发生 且b发生 10个 最后一个70 a没发生 且b没发生 70 好了 对应画到文恩图里面 应该长什么样子 一个矩形 我说你要有两个圈 请问第一个时在哪里 我用左边这个代表a 右边这个代表b 左边代表a 右边代表b 中间的第一个时 这个时 左上角的这个时 你应该是a和b同时发生 在这里面吧 是一个时 好了第二个时 a没有发生 但是b发生 首先你要在b的这个圈中 才能代表的是b发生吧 但是a没有发生 所以应该变成的是 黄色 黄色影影面积 代表的就是a没有发生 但b发生 是下面的这一个时 那黄色B画出来 OK 再下一个90 代表的是a发生 但是b没有发生 那a发生 要在a的这个圈里吧 但是b没有发生 所以应该是左边 碰碰碰圆崖的 面积90 最后一项 a没有发生 且b没有发生 是七十 那我说 就不应该在这个八字型的图像里面吧 那就是在外面 紫色的这个部分 是你的七十 好了不同颜色 我已经在图上给大家区分好了 那么请问 一共有多少人吧 一共有多少人 一共有多少人 怎么去 就是把上面所有数都加在一起 90加10加70 180 好了 第一个我问的是 a event a一匹 就是a没发生 那就在a的这个圈之外咯 a的这部分圈之外 是不是有黄色的部分 加紫色的部分 就是10加70 整个有多少个人呢 整个可能有一百八十个人 所以两个人一除就是a一匹 a一匹 下面还是写了 输入整数或者是三位小数 three decimal places 三位小数 好了第二个是 probability of event a and b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里面用的这个单词 a and b 表示的是a b同时发生 是不是中间红色的部分 红色的部分我们应该 红色的部分 红色的部分 十个吧 总共180个 好 这是a and b 那probability of event a匹 and b一匹 a匹 and b一匹 代表的是就是70的这个部分 70代表的是ab都没有发生 就是紫色部分的面积 所以这是70除以180 最后一个probability event a一匹 或b一匹 a没有发生 或者b没有发生 什么是a没有发生 在a的圆圈之外 代表的都是a没有发生 是这一部分紫色的加上黄色的 或者 看啊这个地方用的单词是o o代表是或者 要么是b发 b没有发生 b没有发生 是不是这一个圈圈之外 蓝色的部分加上紫色部分 都是b没有发生 所以放在一起 a没有发生 a没有发生是紫色加黄色 b没有发生是蓝色加上紫色 所以a或者b a一匹 或者b一匹 就应该是蓝色加上紫色加上黄色 除以总共的180 大家随这个题目 一来考察 那让你会不会求 marginal probability 根据这个contigent table 你如果直接习惯于用 condigital table 那你就直接用这个图表来进行操作 不习惯的话 可以画这个文图来操作 也很直观 一让你求的是 joint probability 只有a和b同时发生这种情况 考察的是a a并b有没有会求 第三种情况就是 你有没有看清楚这个题目里面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意思 是and还是all 是a还是a一匹 这一个是一个去年的小练习题 大家回去有空可以做一下 这个答案就写在这个地方 有问题吗 Derek同学 是有问题吗 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在聊天里面写出来 让我看起来方便一点 这个是去年的小练习题 大家可以回去做一下 答案是0.15 也是通过文图的方式可以不要直观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不带领大家做过多的练习 下一个也是condigital table 所以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讲了 这里面在b发生的条件下 发生a 在b没有发生条件下 发生a 在b没有发生的条件下 a也没有发生 整个这条题考察是条件 怎么来看 怎么来看condigital table a-b 在b条件下发生a 这是第一个 后两个大家根据这个意思来算一下就可以 好最后一个看一下 而events a and b statistically independent 考察了是两个事件 是否是在统计学上相互独立的 怎么判断来着 是a发生的概率 等于在b发生的条件下 a发生的概率 那你是不是有了这一个 比如说有了刚才b发生的条件下 a发生的概率 你再看单独发生b这一个事情的概率 是多少 两个人相比较就可以了吧 如果这两个值相等 那就说明他俩是statistically independent 好一共有多少组数 10加30加30加90 等于多少 多少 百 4 好 b发生的概率 我说等于10加30就是40 40处160还是四分之一 所以等于我们刚才算的这个结果 所以 无论 无论b发不发生 a发生的概率都是 都是一样 a发生的概率也是一样的 你横向着去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用刚才的这个公式来比较一下 用刚才 在b发生的条件下 发生a 用 用 和这个a发生的概率去比较 就可以判断出来两个人是否是statistically independent 这个是一个比较快速直观的这个方法 这个是probability的练习题 关于probability的distribution 我们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discret distribution 一个是continuous distribution 所以对应的变量分别是discret variable还是continuous variable 后半程的学习过程当中 主要针对的是continuous distribution discret distribution 只会在这个week三的开头讲了一点点 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重点的内容 我记得去年的期末法练习题当中有一个小练习题是做这个的 首先你要了解什么是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你把所有的事件发生的这个全部的情况画在一张图像里面 看看每一种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分别是多少 所有这种情况下 或许在一张图里面就代表的是你的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你把这一个实验所有的这个结果都列出来 每一个结果所对应的probability都算好 把它们加在一起一定是等于1的 一定是等于1的 看一下discret distribution discret distribution discret distribution当中我们要会两个这个内容 一会把大家这个pp稍微弄一下 我把这个图解的有点问题 第一个是你要会求它的均值 discret distribution的均值 等于每一个事件所对应的这个值 再乘以它所对应的这个概率 mu等于xi乘以pxi 把它们求和加总 就是你的均值 也叫这个expected value 就是期望一样的意思 mu代表的意思是均值或者是期望 怎么来求每一个值 再乘以它所对应的概率 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小题来讲解一下 具体怎么来算 第二是你要会variance 第二是variance variance还是用sigma平方来表示 等于每一个值减去你的均值 画外的平方乘以它所对应的probability 并且加总求和 如果让你求的是standard deviation 开方即可 看一下下个这练习题 讲的就是这个事情 A manager of a large computer network has developed the following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a number of interruptions per day compete A and B 左边是一个这个图 这个地方我就是建议大家 用这个点旁边这个两个小方框 出excel这个方式比较简单和快速 我把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我接的这个excel 这个excel就是导出的这个excel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interruption和px 就是从刚才那个题目当中 获取的这个excel的data 长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第一个让你求出mean 或者是expected number of interruptions per day 第一个让你求的是均值或者是期望 让你写整数或者是三维小数 第二个让你求的是standard deviation 我们直接来看这个excel是怎么来操作 这个题我不建议大家用手算 是因为比如说你这个打计算器的过程中 因为数值相对来说比较多 你很容易哪一个值就打错了 这个是你所对应的每一个x x1 x一直到x7 分别对应了七个不同的数 这就是你公式当中的xi 怎么来求 怎么来求期望来着 是不是你每个xi乘以它最对应的probability 发生interruption次数为0的时候 它的概率是0.26 发生一次的是0.28 一直到发生六次是0.03 你这几个probability加总一定是等于1的 求和等于1 怎么来求你的expected value 对应的xi乘以px 对应的xi乘以px 所以这一列我选的公式就是a3乘以b3 也就是这里面乘以这里面 左面乘以右面 对应的x乘以对应的px 好了每一个值求好了放在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用excel算起来就比较快 最后一个1.69 是从c2到c8的所有的值加总 也就是把所有的xi乘以px 乘完的这个数 求和在一起就是你的1.69 就是你的这个expected value 你a问就求出来了 ok我们求b问 b问你求的是standard division 求standard division之前你要算的是variance variance variance怎么求 用你的每一个x减去你的均值1.69 然后平方再乘你的px 然后把他们加总 所以第一个你要求的是你每一个观察值 也就是每一个xi减去你的均值1.69 等于多少 所以这个地方我直接用lock住 用那个dollar符号lock住 大家在这里面直接type in1.69也可以 每一个值用0a2 0减去你的均值1.69 下一个是a3减去你的1.69 a4减去你的1.69 减完了之后 右面这一列 第一步我们算完 第二步你要算它的平方 平方就是这个箭头2 平方 把每一个值的平方求好 公式当中的第二步我们做完 第三步你要乘以它对应的px 所以用你左边平方方这个数呢 直接乘以这个对应的propriet 也就是b2 这一列所对应的值 第三步去好最后一步 把它们求合在一起 从f2开始到f8 把它们求合在一起 就是你的这个virus就求完了 但是题目当中让你求的是standard deviation 你还要看一个平方 square root square rootf9 就是你的开平方 最后一步大家如果不会写sqrt的话 大家就直接用计算器开平方就可以 最后保留题目当中给的这个三位小数吧 应该是 保留三位小数即可 看清楚题目让你求的是standard deviation和expected value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两个公式怎么带你去计算 这是这样的一个练习题 下一个是binomial distribution 二向分布 二向分布 二就是数字12的那个2 但是这个 但是是 二向分布 二向分布属于这个discrete distribution当中的一种特殊的情况 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 你的这个实验要identical repetition 你要每次都要重复你的实验 并且你对这个实验不能有任何的这个变化 比如说我以抛硬币来说 抛硬币来说 我每次都要抛硬币 我都要与同样一个人用同样的力量 用同样的高度来抛硬币 并且要在这个同一片这个 比如说同一个实验场地来做这个experiment 这个叫identical repetition 你这个实验要一直一直重复 重复一模一样的实验 并且这个实验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它只有两种结果 你抛硬币只能有正面和反面 只能有两种结果 第三个是 每一种这个 每一种结果在每一次实验当中都是一样的 抛硬币 比如说这个硬币是均匀分布的 你每一次抛出这个正面 可能概率都是50% 不能说我今天 我这一次抛的是5% 下次可能变化就变化了 所以这个要求你每一次实验的这个结果 所出现的这个概率要是一样的 最后是independent trials 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independent 两个变量 两个事件之间是相互独立 是一个意思 你抛第一次硬币 不能影响抛第二次硬币之后的这个结果 要满足如下几个条件 它就叫做二项分布 怎么写 写上X波浪线 BIN 括号N 多少P 读做X服从二项分布 NP 其中N代表的是实验多少次 P代表的是某一种结果 它发生的概率是多少 写成这个 那么 最常见的一种考法就是问你 某一个事件它发生了多少次 它所对应的这个概率是多少 用下面的这一个公式 PX等于N 一个分式乘以P的X词密 乘以1-P的N-X词密 其中这个N 其中这个N 就是这个N trials当中 这个N 也就是binomial distribution当中 这个N题目当中一定会给你 这个小P 这个就是小P 小P就是这里面某一个结果的probability 其中这个X 这个X 这个X 这个X代表的是这个题目当中 最后想问你 比如说某一个事情 发生了多少次的这个次数 这个是代表这个X 好了 右面的这个大的这个公式当中 这个T 好像都是T 它代表的是这个阶层 如果大家在这个高中学过这个排列组合的时候 就知道 C极极 P极极 里面都会用到这个阶层 所谓的阶层 就是从N开始一次往下乘 比如N的阶层 就等于N乘以N-1乘以N-2 一直乘以3乘以2乘以1 把N比N小的 小于等于N的所有的正式数都乘以一遍 就是N的阶层 N的阶层 用这一个公式来计算二项分布中的一个结果 有同学问问题 0的阶层是1 0的阶层等于1 0的阶层等于1 这个大家要记住 这就是规定0的阶层等于1 我们找一个题来看一下 对于一些这个 对于普通的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用Excel链的这个题 就是普通的这个 Discrete Distribution当中 我们如何来计算它的 Expected Value和Varance 其实对于Binomial Distribution 我刚才说它是 这个Discrete Distribution 一种特殊的情况 它也是符合上面这个 它最后推算出来的结果 它的均值等于NP 它的方差等于NP乘以1-P 这个大家记住就可以 不用从这个公式怎么推过来 你要记住 你要直接把最后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它的Expected Value和Sigma 平方如何来算 记住就可以 所以对于Binomial Distribution 你要记住三个事情 第一个是它的期望 也就是它的均值等于N乘以P 第二个是它的方差等于NP乘以1-P 第三个就是我前面也写的这个 对于具体某一种结果 它的Properity怎么算 用的是这个公式来算 我们来看一下 哎 同学有问题 Ex是不是就等于Sum Sum什么呢 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 那Sum等于什么 你说这等于这个吗 是这个吗 对于Binomial Distribution 直接记住它等于NP就可以 跟这个 从这里推算过来 就是这个 是的 是等于全部的情况 好 我们找一个 我们用下页的这个练习题 来看一下 具体是 怎么来算 这也是大家 preparation当中的一个练习题 如果N等于7 P等于0.4 What's the probability of the following 这个题目只让你求了 X等于6 它所对应的probability 如果这个题 我给你三个问 第一问 让你计算出来 它的μ等于多少 第二 让你计算Sigma的平方等于多少 第三问 我再让你算 题目当中 X等于6等于多少 如果这个题变成三问 我们怎么来操作呢 我说 如果这个题目 直接给了你N和P 它基本上 它就一定是一个binomial distribution 不然你也不会 不会来算 你可以assume 它就是一个binomial distribution 好了 binomial distribution 就是写成 X服从正态 sorry bin 就是这个binomial的前面三个字母 NP 其中N就是7 P是0.4 写成这个N等于7 P等于0.4 大家不用做题的时候像我这么写 你直接把上面这个部分 X服从这个写出来就可以 所以μ我说等于N乘以P吧 N乘以P就等于7乘以0.4 就等于2.8 没有问题吧 Sigma平方等于NP乘以1-P 就等于2.8 再乘以一个0.6 我也不算了 最后我们来看这个X等于6 怎么来算 这个地方已经有了这个答案 0.0172 我把这个清除一下 好了 我说P X等于6 也就是发生6次 它的概率是多少 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个公式 这个大公式 N 接乘除以X的接乘 除以N-X的接乘 首先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对这个题来说 N等于7吧 7的接乘 除以6的接乘 7-6的接乘 这就是纯代公式对吧 大家要知道这个7 就是里面的N等于7 6就是里面的X等于6 好了 回头看这个公式中的第二个大部分 P等X4米和N-P的 1-P的X P 0.4的X4米 X等于6 1-P 0.6的 N-X4米 就是1次米 好了 这个是套公式 大家回套了吧 直接把这里面所对应的值上 一一带进去就可以了 好了 这次的接乘 是不是等于7乘以6 乘以5 乘以4 乘以3 乘以2 乘以1 好了 下面6的接乘 是6乘以5 乘以4 乘以3 乘以2 乘以1 7-6 就是1的接乘 那就是1 好了 6-5-4-3-2-1 分别和上面的6-5-4-3-2-1 就约掉了吧 所以这个地方 7乘以0.4的 6次方乘以0.6 就是知道提到答案 保留4位小数 as needed 哈 这个大家回自己算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是正常的对于让你求出某一种结果的它的概率 就是这么来透公式就可以了 下面一个部分是continuous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大家可能多多少都有学过哈 叫做正态分布哈 正 正方前的正 太多的太 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的图像 正态分布哈 是属于这个continuous probability的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binomial啊 是属于这个discret 呃 由于你的这个变量分为discret和continuous 所以我们刚才研究完了这个discret之后 我们要来看一下continuous 这种连续的概率分布 我们最常见的情况就是normal distribution normal distribution 首先我说它是normal的情况 它的这个图像是symmetric的 左右是相互追尘 也就是左边黄色的和右边这个橘黄色的面积是一样的 family of curve哈 这个正态正态分布哈 有有多很多很多很多 无穷多个正态分布的图像 我们把正态分布写成什么 对于刚才的百闹目 我们写成是x服从bin np 对吧 对于正态分布 我们写成是x波浪线n 括号μsigma的平方 读成x服从正态分布μsigma平方 其中μ是均值 还记得吗 population的均值我们用μ来表示 表示均值 sigma的平方是这个整个population的variance 这就叫做正态分布的一个曲线 有一个像这个中 古代的这个中型曲线哈 像中一样的这个弧线和一个x轴所围成的图像 中型曲线 以μ为这个对称轴分成左右两边左右两边的面积是一样的 在这一个中型曲线和x轴所围出来的面积 中型曲线和x轴所围出来的面积 首先它等于1等于1哈 等于的是这一个实验发生的全部的结果的概率加在一起等于1 涵盖了这个事情发生的所有的可能性 等于1 其中μ作为对称轴 左面的面积是1 2 右面的面积是1 2 把这个地方写了一个1 2 这是对于这个图像 你要知道左右对称 中间对称轴是μ 只要它左右面积各为1 2 这个是所有的面积 所有的面积是total area等于1 比如说看这个图像 这个图像当中 x轴上给你两个数分别是a和b 其中这浅绿色的面积 浅绿色好像是这个弧线和a和b和x轴所围出来的这部分的面积 代表的是什么呢 是代表的是x比a大 因为这个是x轴 x比a大且比b小 它所发生的概率 所发生的概率 probability that x fall in some range x落在某一个区域它所的可能性 等于什么呢 等于propor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area under the curve 代表的是这个 它所对应的这部分区域 在曲线下面所对应的这部分区域 它所占的比重 因为你由于整个它的面积是1 所以它的它所对应的面积就是它所对应的这个比重 所以这个是通过一个图像 你能够确定出来 你要求出来的这个probability 它所对应的区域是什么 这个图像我非常建议大家能把它画下 给了你一个题 给了你一个题 你要把题目当中的这个问题 转化成这个数学的语言和数学的图像 能够帮助你更直观更准确的把这个题做对 下面就牵扯到一个问题 是如何我们找到一个probability 因为你这一个图像 它一定会所对应的一个方程 或者fx等于什么什么 如果大家学过这个微积分或者高等数数学的话 大家可能通过这个图像所对应的这个方程 还通过积分的方程可以把这个面积求出来 但是对于continuous probability 我们不用这么麻烦 我们可能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 就是查表的方式我们可以求出来 ax大于a小一部分这部分的面积 我们看一下可以怎么来求 首先你可以直接 如果你会的话可以直接把这个面积求出来 或者是这部分前绿色的面积还可以怎么求呢 是不是可以用b从这个左边的尾巴还是 到b全部的面积 减掉从左边的尾巴还是 到a全部的面积 用整个一大块减去a左边的一小块 是不是就是中间 a和b中间的这份面积 或者从a开始往右全部的面积 一大块 一大块的面积 减去b往右全部的面积 一小块 中间是不是也是这个前绿色的面积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题目的具体情况 来选择你到底要使用哪一种方法 我们这里面使用的就是b往左全部的面积 减去a往左全部的面积 怎么来具体的求 我们首先要把一个普通的正态分布 x幅从nμsigma平方 转化成一个叫做z的分布 z的分布 z叫做标准正态分布 多标准才是标准呢 μ等于0sigma的平方等于1 标准正态分布zn01 就是一个标准正态分布 如何来转化 也就是你要把这个x分布当中的所有的值 都转化成z当中所对应的值 也是你要把这个μ 要转化成一个值 μ-1转化成一个值 μ-1转化成一个值 怎么来转化 公式是z等于x-μ除以sigma 把每一个x转化成对应的z 每一个x对应转化成z 对于整个这个图像来说 对于x分布来说 对于z分布来说 对于z分布来说 对于转是0 那你很想要把μ转化成0 我们看用这个公式 μ能不能转化成0 这个时候x就等于μ吧 μ-μ除以sigma 是不是就等于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公式 将普通的正态分布 转化成标准正态分布 为什么要转化成标准正态分布呢 是因为标准正态分布当中 每一个值它所对应的概率 已经有前人帮你算好了 把它统计张网一直在表里 就是大家之后所学的 这个统计图的图表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找到一个probability 它所对应的这个procedure 大家写了几个步骤 首先你要identify这个area 你要identify出来 你这个停满影球的 这一部分的概率 它在这个中型曲线上 对应的是哪样 什么样的一块面积 这个地方你要画图 画图 是lower tail还是upper tail 还是in between lower tail就是 是不是某一个直往左 还是某一个直往右 就是upper tail in between就是刚才这个 x大于a小于b的情况 第二是根据公式 将给定的normal distribution 标准化 标准成标准的正态分布 标准化成这个zn01的正态分布 第三个 根据这个值查找统计学图表 看一下 举一个例子 x是正态分布 均值8 standard division 是5.0 让你找到bx 小于8.6 首先你要第一步做 是要把这个x 服从什么样的正态分布 写清楚 x服从正态分布 nmu sigma的平方 sigma平方是standard division的平方 又是5.0的平方 所以这个地方首先要写对 第二步让你 第一步要这个画出图像 你要把普通的这个正态分布 画出来 把中间的这个mu8 给我写在这里 好了 让你找到的是x小于8.6 所对应的probability 好了 首先你要在这个横轴x上 找到8.6在哪 8.6很简单在8到右面 所以8.6写在右面 比8.6要小 就是8.6往左 好了 哪一部分来表示面积呢 我说这个图像的这个curve 这个是curve 和x轴和你这个范围 所限定出来的这个区域 就是你对应的x小于8.6的probability 就是棕色这个区域 是probability 第一步你的图像画好了 第二步我说你要根据公式 将这一个值转化成 标准正态分布中的z值 也就是你要8.6转化成z分布 当中的哪一个值呢 8.6-mu除以sigma 就是0.12 所以我将普通正态分布当中的8.6 转化成了标准正态分布中的0.12 如果我想求8.6往左全部的面积 就相当于是在标准正态分布当中 z里面寻找x小于z小于0.12的面积 通过这样一种转化的方式 我们通过求z小于0.12的面积 来反推回x小于8.6的面积 好了 现在你要知道z值等于0.12 并且你要知道将x小于8.6转化成了z小于0.12 下一步我们就要看z小于0.12 和随对应的面积是多少 再说一下转换是吧 好 转换 回头看公式 公式在前一个PPT z等于x-mu除以sigma 首先这是你的公式 公式 你要把题目当中所给定的x的这个范围 x小于8.6 这个8.6 你要转化成对应的z值 话说为什么z面的那个位置是0 哎呀 这你又忘了吗 我刚才是不是说了这个c是标准的正态分布啊 什么是正态分布 是不是写上zn01啊 mu 也就是它的中间的这个对称轴 也就是它的均值就是0 这就是规定出来它为什么叫做标准正态分布 它有多标准呢 就是mu等于0 sigma 平方等于1 这就标准正态分布 就是这么规定的哈 记住 对于标准正态分布来说 你中间这个均值也是你这个图像的对称轴就等于1 好 没有问题了哈 好 转换 继续刚才这个转换的话题哈 好 转换哈 要把题目当中给定的x等于8.6的这个范围转化成对应的z吧 对应的z怎么转化 8.6-8除以5 x-mu除以sigma mu sigma 好吧 x-mu除以sigma x-mu除以sigma 将8.6转化成了标准正态分布上中的0.12 rx小于8.6就相当于z小于1.12 求这部分的面积 这部分面积对于两个图像来说是一样的 好 好了 怎么来找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再给大家share一个新的screen哈 在这里哈 这个是上一个学期所对应的 上一个学期所对应的这个formular sheet哈 所对应的统计学图表在这里哈 这里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和用面这个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比如说哈 这是所对应的统计学图表哈 好 这个图表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图例 这叫图例 图表上的图例哈 这个是table的这个title哈 这个表分成一个第一行 一个第一列 然后呢中间有很多很多这个四位的这个小数哈 entry represents area under the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from mean to z哈 粉红色的区域 表格当中除了第一行第一列表格当中的这些内容 所代表的就是图例当中粉红色的区域 图表当中除了第一行第一列中间的值 代表的是图例当中粉红色的区域 好了 这个z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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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这个图表当中的第一行和第一列来表示 其中第一列展示的是0.0 0.1 一直到这个3.9 代表的是z值的个位和实分位 横向来看0.0.0.1至到0.9 代表的是z的百分位 现在这个题目当中给你的z值是不是0.12啊 怎么来找 首先第一列找到0.1 代表它的个位和实分位 0.12 0.02就是它的百分位 所以对应的z值是0.12 0.1.02 0.12 在这里 给了你一个数值是0.0478 0.0478 也就是粉红色的这部分区域的面积 就是从0到0.12所对应的面积是0.0478 好了 我请问你一下 我们提0.0478 就是我们要求的这个答案吗 0.0478 是我们要求的这个答案吗 很显然不是吧 是不是这个 刚才给大家这个statistical table 当中只是标出了 右面的 这个黑色的线 右面这部分棕色的面积是0.0478 但是我们要求的是不是z小0.12 比0.12小的全部都在左边 全部都是你要求的一部分面积 那就是这一部分0.0478的面积 再加上这条中间的线往左的面积 才是你要求的面积吧 请问中间的这一条线往左的面积应该是多少 0.5吧 我说整个图像和横轴围出的面积是1 其中这个是你的对称轴吧 所以一半的面积是0.5 所以合在一起是0.5478 0.5478 好了 这就是如何来查表 x小于8.6转化成了z小于0.12 0.12比0.12小的这份面积 我们通过查表来中获得出来是0.5478 这就是对于一个probability 怎么来求 probability 大家可以回去来看一下这个operative probability 比它往右的面积 比它往右的面积 比如说刚才我们是不是求的是 这一块是0.0478 查表它就是这个虚线 往右这份绿色是0.0478 那么如果让你求这个棕色的面积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用 右面这一半的面积减去这一小条绿色的面积 右面一半面积等于多少 等于0.5吧 是不是0往左分了0.5 往右分了0.5 现在你要用右面的0.5 减去这一小部分0.0478 就是棕色这部分的0.45 这是upper tail 怎么来求 原理都是一样的 问题就是 首先你能不能把它这个数值转化对 第二你查表能不能看得懂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内容 通过这个内容 来通过后面这个example的内容 来复习一下 Lower tail up tail 如果是in between的话 分别要怎么求 大家能够举一反三 另外一种情况叫做finding percentile 我们刚才是给定了一个z值去找他所对应的一个面积 能不能给定一个面积让你去找z值呢 当然可以 这就是第二种类型的问题 是finding percentile 给定你一个percentile 让你回头去找z值等于多少 同样道理第一步还是要画图 第二步找到你所对应的这个面积 第三步开始跟刚才是反向思维 你要先去找到对应的probability 在probability当中 在这个图表当中找到这个probability 找出他所对应的z值 再将z值转化成你的x 举一个例子 还是刚才这个x服从n85的平方 normal distribution85的平方 我们找一个x值 使得20%的值都比这个x要小 20%的值都比这个x要小 是不是先给定了你一个probability 现在我知道有一部分的这个值比x小 它的这个probability是多少 是20% 请你把这个x给我找到 刚才正好是相反 首先你要把图画出来 你知道啊 图上比x小的probability 也就是说比x小的这部分的面积是20% 你要把图画对啊 很想要对应的是 左边的这部分尾巴是20% 怎么来求你的x 我们刚才应该知道 把x转化成z再能查表 查表之后找到probability 现在是给定你的probability 是不是要通过表反向去找到z 再从z值反向退回x 跟刚才那个提仗是完全相反的过程 好了 我们要在这个表格当中 首先找到这个z值等于20%在哪里 z值等于20%在哪里 比x比某一个值要小的这个面积是有20% 这边是20% 我给大家直接用那个大家的这个图来看一下 现在某一个尾巴 大家可以用这个图 用第二个图 这一个粉色部分的面积 刚好跟我们画出来这个图所对应的这个面积是一样 都是代表的是左边尾巴 我现在知道左边尾巴 这个粉色区域的面积是0.2 0.2你要去哪里找 是z值吗 0.2不是z值 0.2代表的是probability probability 要从这个表中间去找 0.2在哪里 0.2在哪里 0.2可能在稍微下面一点的位置 0.16了 0.19 0.2005 0.2005 好我们假设这就是0.2 我们把这个最后一个抹掉 这就是你要找到probability 0.2 好了 它所对应的z值怎么来找呢 从你的0.2 向左找到第一列 负0.8 代表的是你找到z值的个位和十分位 负0.8 回到刚才这个0.2 向上找到了0.04 在第一行当中找到了0.04 代表是你的z值的百分位 那么0.2这个probability 所对应的z值就是0.084 0.084 z现在等于0.084 那么x等于多少呢 还是使用公式z等于x-mu除以c个码 z等于负0.84 0.84 对应的是乘以c个码加上mu就是你的x 这个是如何反向的去来操作 反向来操作 找到z-0.84 反向退回来x x等于mu加上z乘以c个码 8-0.84乘以5 x就等于3.8 你就找到了x的这个值是3.8 好了 这个是online test的最后一个练习题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练习题 重复一下我刚才训练的整个过程 题目中考察了四个小问 第一个是给了你这个normal distribution mu45 sigma等于3 1 让你求的是x大于41 我说了哈 首先你要把这个图给我画下来 normal distribution 跟我一样画图 旁边给我写x服从正在分布n45 3的平方 好吧 然后你要把中间这个轴个画出来 这个轴就是你的45 就是你的mu吧 好了 第一个让你求x大于41 所以你要在图上把41个画成 41是x的值 x的值41在这 哎呦 怎么跑到了 这是41哈 41比45小 所以在45的左边哈 41 比41大的probability 在图上表示出来应该是41向右的面积哈 面积 我画一下 好了 我说让你求probability怎么办 将x转化成z 再去查表吧 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大概没有问题哈 我们是帮大家把图画出来哈 好 第二问 第二问 对应的是这个 x小于39哈 啊 还是同样的图 45画出来 39在这里 x小于39是39左边的面积吧 x转化成z 去查表 找到所对应的面积 好了 就是这部分阴影的面积是9% 让你找到这个值是多少 是不是我刚才讲的第二种情况 给了你probability 反向让你去找x 那你就要给你的probability 反向去表中去找你的z值 再从z值通过公式反向的去找你的x 最后一问哈 between what x value 80% of the value 在这两个值中间哈 把这个屏幕清一下 啊 有一个图像 symmetrical distribution的哈 你知道要找到两个值是左右对称的哈 也就是这是你中间的均值 左边有一个值 在这个对称轴 右边也有个对应的值 这两个值中间的面积是80% 啊这怎么办 这个哈 你要这个时候你就要利用一下图像的这个特征哈 换一个颜色哈 如果中间对称的这部分 中间的这个阴影分的面积是80%的话 请问你左边尾巴和右边尾巴分别应该是 百分之 是吧 0.1 0.1 所以我将这个题目还是转化成了C问这种情况 找一个值 让这个值比这个值小的所对应的probability是0.1 再找到一个值 找一个值比这个值大的所对应的probability是0.1 哈 这就是这两个这个题目哈 考察了 A B问 考察的是一种情况 给了你X值让你去找他对应的probability C D问是一种情况 反向给了你probability 反向回推到你的X等于多少哈 根据我刚才这个PPT当中写的procedure 大家可以很直观的这个做出来哈 重点是这个查表哈 重点是个查表的内容哈 那这个题目当中也是要把这个值 Round to the nearest integer哈 把它这个四手捂入到最近的这个整数哈 最近的这个整数哈 啊 这还是给大家这个图表哈 图表哈 通过横第一行第一列 找到你题目当中这个Z Z算好了之后 找到第一行第一列去找这个Z 它里面所对应的这些值 就是它所对应的probability 哪一部分的probability 图例当中阴影部分的probability 同样的道理 这个图 因为这个normal distribution图像有很多哈 所以这里面的Z就是大于0的情况 这里面Z是大于0的情况 啊 根据 Z值 在你的图像当中的图表当中的第一列和第一行 去找它到底在哪里哈 比如说给了一个1.84 啊 1.8在这里 或者去找那个4 啊 它所对应的probability就在这里哈 就在这里 好 这个中间的probability 代表的是 图例当中粉色部分 也就是阴影部分的这个面积 大家根据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 再根据这个题目情况来求 啊 那如果题目当中让你求是 哎白色 图例当中白色整个面积怎么办 啊 你用整个的面积去减去粉色的面积就好了嘛 啊 粉色的面积可以从我查表来得 那么整个的面积呢 整个面积是1嘛 吧 这个就是 这个关于probability 查表哈 这个大家一定要反复的去练习啊 一个正向查表通过Z值去找probability 一个是反向查表 给定理probability 反向推回到第一行和第一列去找你的Z值哈 这个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这个一些内容哈 这个normal distribution图形之后 在confidence confidence interval和hypothesis test当中也会反复的用到 所以大家这个地方一定要打好这个基础哈 好 这个是 啊 这个到这为止就是今天课上的这个内容哈 啊 啊 还有什么同学有问题吗 屏幕 啊 如果同学有问题的话赶紧问哈 啊 我看一下哈 所以右边10%就是去找0.9吧 啊 啊 右边10%就在这个表中去找0.9在哪 0.9在哪 0.900哈 0.900 0.9 0.9 0.9 在0.8997和0.9015中间哈 在这个部分 就是你要找到这个Z值哈 没有说说的没有问题哈 啊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 有问题赶紧问哈 啊 啊 大家可以根据我刚才讲的这个内容 把中间的这个小小的练习题都稍微做一下哈 嗯 然后那个弧度95%和0.997 你想问的应该是所对应的Z值是多少吧 啊 这个不用大家去不用记公式哈 这个大家直接去这个 记对应的数就可以哈 有几个特殊的Z值 大家 这个可以回 可以回看这个应该会有 然后我这个正在录屏 录屏之后会上传到云端 然后之后你们可以去找Eric 可以看那个回放的视频哈 这个应该有一个YouTube的链链接应该是 呃 这个你们之后去问Eric 或者是你们那个one部长哈 他们都应该对这个情况比较了解哈 啊 回到刚才这个几个Z值的特殊值哈 Z有几个特殊值 第一个是1.6645哈 1.645 大概在这个位置哈 1.645 1.6 啊 再去找 645哈 所对应的probability 分别是0.9495和0.9505哈 如果我的Z值是1.645的话 那我对应的这个probability 就应该是0.95哈 0.95 1.645 0.95 就是粉色这份区域的面积是0.95 那么右面这部分尾巴 对应的就是0.05哈 所以 这个是一个很常用的Z值哈 95% probability 他所对应的这个Z的这个值是1.1.645哈 对应最后左边就是-1.645 对应最后左边就是-1.645 啊 那个加 加一个Sigma哈 首先不是加一个variance哈 是加一个Sigma哈 加一个Sigma哈 分别是那个百分之 呃 涵盖了95%和99.7%的这个情况 讲的这个没有问题哈 呃 题目当中 题目当中 因为他考察你80% 主要是考察你查表 如果是加一个Sigma 加两个Sigma 和加三个Sigma 分别对应是66点 6 67% 95%和99.7 啊 99.7 就是中间均值正负一个Sigma 中间所对应的这个区域的面积分别是多少 对应到三个Sigma 就是到中间的这个cover的部分的面积就是99.7% 呃 这个我记得去年的那个sample exam里面 考了一个 呃 小填控码之类的这个小题 呃 如果这个大家觉得有问题的话 首先就是如果 能够记住这三个数肯定是最好的 如果记不住的话 回头查表也是 没有什么问题哈 首先 呃这个你要对这个表很熟 你要知道这个表怎么来操作哈 呃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嗯 然后大家回去今天可以 呃 哪里有问题可以再看这个录的这个视频 啊 啊 啊 然后再就是 再就是重要的就是大家把这个 老师给的这个preparation的这个 exam 我还建议大家从头到尾把这个八个题型稍微练一下啊 啊 最后这个八题 因为你要用到这个normal distribution的table嘛 这个就点这个题目下面对应的这个link就可以 他就会把那个图表pop up出来 啊 但是应该是没有formular sheet可以参考了 应该是没有formular sheet可以参考 嗯 大家有问题的话这个回去看这个录播的这个视频就好了 好的 谢谢 结束 好了 不行 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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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